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通过这样子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范数 我们上次去课我们给了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对这样一类范数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导数 觉得它的这个微分 它是这样一个东西 U D V卷次 这个A是等于这个 U Sigma V卷次 然后这个D是属于这个偏 Fy Sigma 就通过这样一个什么 通过这样可以把这个什么 把它的这个 把这一类范数的它这个次微分给表示出来 那么我们给了一个什么 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只考虑这个核范数 只考虑这个核范数 那么对于这个核范数的时候 如果我们就给的这个结果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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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号表示它的核范数 那这个是等于这个 这个U1 然后这个V1 加上这个U2 T V2的这个卷次 那么对于所有的 这个T 这个T是属于这个R的 M-N 加S乘上S 然后这个Sigma T是小于等于E 那就说什么 这个这个S是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A 这个就可以分成什么 就是这个A可以做一个极致分解 这个A呢就是说 它可以分成两半 一半是什么 就是 是U1 然后是V1 然后另外 这个A 这个就是可以写成这个A吧 这个A可以形成这个U Sigma V的卷次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A的起义值 就是0 就是0的起义值是有什么 0的起义值是有S个 0的起义值有S个 那我就把这个U 我U分成两半 一半是这个U1 一半是这个U2 那么后头这一半是对应的什么 对应这个0 对应0的这个起义值 就是S个 然后对应这个V呢 也分成两半 一半是分成V1 V2 就分成这两块 就是说这个后头那个是对应0的 那也就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对应的是什么 这个非0的这一块对吧 然后后头是这个 这一块是什么 是对于0的一块 然后这个T是任意一个一个矩阵 就这样一个矩阵 然后只要它的什么 最大翻 就是它的普半径是小于点1的 就可以了 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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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式子 就这个式子 那那我们现在看 就是我们大致来看看 就是说 这个东西我们怎么用 就是比如 首先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就看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A减去Y 平方 加上Lambda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看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首先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元的 我们看一个一元的 就看一个一元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现在要求什么 求这个Y 就求这个Y 你看就是我们先解 首先就是现在这个优化问题 就是对吧 就解这个问题是什么 首先任何一个问题 你要解它 你先弄一个什么 一元的看看是什么回事 这个一元看完了 然后再往高的地方去推 那你看 如果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东西的话 那你说这个怎么解 对吧 那就是什么 就是说对这个Y要求什么 求导数对吧 导数这边是什么 A减去Y 然后加上这个什么Lambda 偏Y 对吧 就可以了对吧 那么如果是什么 如果这个Y 如果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它的解的话 是它的解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0 是吧 这个0要属于是什么 属于这个A减去这个Y 这一杠 假设这个是它的解的话 那就Lambda 这个 是这个吧 对吧 就这个东西 对吧 那这个东西就意味着什么 就这边 我这个有没有问题 两倍 到了是吧 到了对吧 就这个 对吧 就这样子 那我可以把这边看完 我移过来 移过来就是什么 就是A减去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属于什么 属于这个 就属于这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它是它的解的话 就是什么 如果这个Y 这个Y 是这个问题的解的话 就是它的什么 按照我们标准的那个 那个东西说 一介导数等于0 对吧 一介导数等于0 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什么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集合 它是有很多的 就是说那就说什么 0应该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集合里头 0 如果它只是可达的话 就是0等于它 对吧 因为这个集合只有一个点 就是相等的 那它等于它 你看这个 这个种情况 那我们知道 这是偏导 对吧 那么就是这个 当这个Y 一杠是0的时候 如果它是0的时候 那么这个 在这在哪 这个偏导是 应该是多少 是负1和1 对吧 就是如果这个Y 是0的 0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应该是 负1到什么 1对吧 那么那乘上一个 λ是什么 就是λ 负λ到什么 λ 它是0 那就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A是什么 这个A要包含在什么 这个A要包含在这个负λ和λ里头 对不对 对吧 就是我们现在反反对过来 就是A要属于它 那么A属于它的话 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A的这个绝对值 是不是要小于λ 小于等于它 对吧 那也就是什么 这个什么意思 那就反过来说 当什么 当这个A绝对值小于等于λ的时候 这个Y的值等什么 等于0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反过来看 就是如果它等于0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 负1和1 对吧 那么乘上一个λ是负λ和λ 那这是0 那就是A要属于这个东西 A属于这个东西 就意味着就实际上等价于这个A的绝对值 是要它 对吧 就这样子看 就是如果这个什么 这个Y是个什么 如果这个Y是一个大于1了 是大于0了 一个东西 对吧 如果Y是大于0了 一个东西的话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1了 对吧 这个是1了 然后这个什么 那这个是λ了 就实际上对吧 那实际上就说A减去Y A减去Y这一杠要等于什么 要等于什么 要等于这个什么 A减去Y一杠 就是实际上就等于λ 对吧 因为这个字一个点 那就说这个Y是等于什么 Y等于A减去λ 对吧 但是我们说是这个条件是什么 这个Y一杠是要什么 要大于0了 对吧 就是这个Y一杠是要大于0的 那实际上就是意味着是什么 就当这个A要大于λ的时候 当这个A要大于λ的时候 那这个什么 这个Y就等于它 你看没有 当这个Y就等于什么 就是A减去λ 那当这个A要小于负λ的时候 那是什么 那这边是变成负1了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边是负1 这个是负λ 然后它弄过来 那么那实际上就说什么 这个时候这个是什么 A减去 那是我看 负λ 那么实际上这个A加上λ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A 是要小于负λ的 你看没有 那实际上整个这样一个东西 就可以写成什么 实际上就可以写成这个XJ 这个A 这个是表示符号 表示这个什么 表示A的符号 然后A减去λ 你看就是这个问题的解 你看没有 就是这个解 那你不行的话 你反带过去 看成不成立 就当这个什么 当这个Y等于这个时候 那么就是这个结论成不成立 这个结论你看没有 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 这个小于等于他的话 就是0 0的话 那这个不用管了 就是当他什么 他大于他的时候 那实际上他大于他的时候 就是等于A减去λ 对吧 那这时候要考虑 全都还乘上一个A的什么符号 当这个A是大于0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乘1 但是这个A大于0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A减去λ 那么当这个A是什么 是负的话 那么本身这个A是什么 这个A是负的话 那本身他的东西就是等于负A 对吧 对吧 然后你这边前面还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负号 对吧 就是你看出不就这个 就是我把这个可以通用 这个通用这样一个一个问题 就把它解了 你看吧 就是这个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如果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如果是一个矩阵 对吧 就是假设就是一个矩阵 那么Y减去什么 或者就是A A减去Y 加上λ Y 这是一负数 对吧 就是这个一负数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对应每个元素去解就可以了 你看没有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这个F负数 这边是一负数 实际上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就可以对应什么 对应了每一个 可以放成多少个 对吧 可以放成这么多个 对吧 就是说这个矩阵多大 对吧 就每一围去按照这个去解 每一围去 就把其他的不管了 因为本身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独立的 对吧 可以独立的化成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这个看这个矩阵大小 如果这个矩阵是M乘N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可以什么 变成什么 就是M乘N个这样一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每个问题就可以按照去解 就是这个是这个 那么如果就是我们标准的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这个 就是我们标准的经常是什么 比如这个是 这个是A对吧 减去一个什么 然后减去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B 然后乘上一个什么 乘上一个Y 这个Y是个向量 然后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是二分数 然后加上一个Lambda Y 这个Y是个 是个向量 是个向量 然后这个是这个 这个A是个向量 然后这个是N乘1的 假设 这个是什么 这个N乘上P的 那么这个Y是P乘1的 那这个Y是个P乘1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这种问题 照样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算的 这个方法是怎么去算的 就是说我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每次 就是说我 我给个 得代方法 就是说我先给这个Y 给个处子值 给个处子值 初次值完了之后 每次我只做一围 就是每次 我比如说 我每次对这个地方 我只把 我就说 我把其他的围都固定住 就固定住 然后只做 比如第一围 对吧 那么第一围的话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是第一围的话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可以 变成这样一个问题 看没有 可以变成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就可以解了 对吧 然后把那一围解完了以后 再来什么 再来看第二围 就再看Y 就是这个Y 这个Y是什么 就是这个Y是什么 这个Y1 一直到什么 YP 就是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先给个Y0 所以这个Y给个处子值 给个处子值之后 实际上这边 这些值都是有的 有个处子值 都是有值了 对吧 现在是什么 就现在我来估这个Y1 迭代 下一次迭代 下一次迭代 这个Y1 其他都固定住了 那么实际上 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 这个东西实际上 这边就是 对于这个Y1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Y1的 这个绝对值了 对吧 其他的都是固定了 其他跟Y1没关系的 那这边同样 就是把Y1有关系的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就可以凑成这样一个 类似这样一个式子 那这样一个式子 就可以解了 然后把这个Y1 就解完了 对吧 就有一个迭代结果 然后再把Y2拿出来 然后看Y2 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方法 就这样一直可以 一直可以做下去 这叫什么 这叫coordinator decentive方法 就是每一次 拿一个座标来做 就是这个 类似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 这个是 这个 这个一范数 对吧 一范数 那么我们现在反回来 我们看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 那个F范数 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核范数 就是我们看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核范数的问题 就是这个 解这个 这个Y 减去X 这个F范数 加上这个Lambda X的核范数 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 对吧 就看这个问题 看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同样就是什么 就是对这个球导 对这个球导 假设这个X 这个X一杠 是这个问题的解 首先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个2函数 对吧 这个是个2函数 这个也是个2函数 对吧 两个2函数 加在一起 还是2函数 就是说 它关于这个X是2的 2的 因为关于它是个2的话 我弄个什么 我弄一个 那个 弄 弄 弄那个数字解的话 就一般去 它可以保证一个收敛性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不 我们直接看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假设这个X一hat 是这个问题的解 就按照我刚才那个说法 应该是0 要包含在它的 对吧 它导数 它的导数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X减去Y 这边是这个东西 这边是对这个X球导 这个我们知道 对吧 然后这边是什么 对这个球导是偏 就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它 如果是它的解的话 那就说 就这一杠 那个0要属于它 0属于它 实际上就对应的 实际上意思就是 这个Y减去这个东西 它要属于这个 这边拿过来 属于这个 属于这个东西 对吧 现在就是我们看这个X是什么 X是什么 那我们假设这个什么 我们做一个变换 我们假设这个Y 这个次 这个Y的次 这个Y是 是rank 这个R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Y 我们对这个Y 我们做个什么 做一个棋子分解 这个Y我们做个什么 我们做一个奇异分子 这个我们做一个U 然后Sigma V 转次 我们做这样的分解 然后我们现在 对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 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Sigma Sigma就是说它的奇异值 我们把它分成两半 就是把这个地方分成两半 因为一半的时候 我先写下V1 然后Sigma1 然后这边是V1 T 这后头是V2 Sigma2 然后V2 T 那这个是怎么分的呢 它就是假设这个什么 这个 就是其中的这个V1 所以这个V 是什么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V1和V2 我是这样分的 就是这个Sigma 这个Sigma 我把Sigma分成两块 就是一块是什么 一块就是这个Sigma1的那个什么 它的对焦线元素 就是奇异值是要什么 要比这个Lambda 就是比我的那个Lambda 那个Lambda是我的那个 就是中间的那个什么 那个中间的那个惩罚因子 它比它大的 对吧 就是把Sigma就是写成两块 Sigma写成两块 一个是Sigma1 一个是Sigma2 那么这个是0 这是0 那么Sigma1呢 它Sigma1 它所有的这个Sigma1的元素 就对焦线元素 都是要比这个Lambda大的 然后剩下的这个是小于 或者等于 等于这个Lambda的 那么对应的话 这样子就是把这个U和什么 U和V这样子做分块 这样对应这样分 就分成这样子 就是说把这个Y 那就是说这个Y可以形成什么 这个Y就可以写成 这个是Y 这个Y就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Y就可以写 就按照这样 因为Y是给定的 对吧 Y我是知道的 我可以这样子来做这个事情 如果Y给定的话 那么现在就是我的结论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Y是这样做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结论就是什么 这个X一杠 这个X一杠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这个什么 就等于这个U一 然后Sigma一减去 Sigma我看Sigma Sigma一我写 我就跟 这个我就还是 就一样写 这个味道是一致 味道跟这个计划一致 我就可以这样 它就是这个Sigma一减去什么 减去Lambda i 这个i就是跟这个大小 是一样的一个单位矩阵 然后是V1的 是 就是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结论 就是这个解就得出来了 这个可以给一个很好的一个B解 就是这个解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我把这个Y可以做这样一个分解的话 做这样一个分解的话 那么这个X 这个解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念算一下子 就是说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 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个东西 因为我们之间不是有那样一个结果 对吧 对吧 这个东西 那我们知道就说 就说它要属于它 对吧 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它要属于它 对吧 它要属于它 那么如果是这个解是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那么这个Y 这个Y减去这个X一杠 你看到 这个Y减去X一杠 是等于什么 就是 那这个Y是上那头 对吧 然后 把这一块实际上是剪掉了 对吧 就是它 然后这一块就是变成什么 应该是变成是一个Lambda 就是它 减去它变成是 应该是Lambda的 是吗 这个U1 然后是V1的卷次 然后加上后的那块 对吧 后的那块是加上 加上U2 然后Sigma2 然后V2 这个东西 对吧 可以写成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就说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Lambda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这里头是什么呢 这里头实际上是U1 V1的卷次 然后加上什么 就是这个U2 这个是Lambda-1 可以写到这个里头 Sigma2 然后V2 T 就是你看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导数 你看 反过来我们看看这个导数 我们看这个导数 这个导数就是什么 后头的 对吧 前头是什么 前头是不等于0的 对吧 前头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块就是要大于0的 对吧 因为它所有的都是要大于这个灯 后头一块是什么 后头一块是0 就是它的后头一块是0 那我只需要证明这一块 你看没有 这个东西你看没有 这个 就这个 就跟这个 对吧 这个是前头 然后这个两个是都有的 然后只需要证明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 它的最大的那个什么 就是是要小于1的 对吧 这个 那这个是不是最大是要小于1的 你看 因为这个斯格曼尔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lambda 对吧 负1 就是说它所有的都要除以lambda 而它所有的元素都是什么 都是要小于等于它的 对吧 对吧 小于或者等于它 所以说一除以它 那不是都要小于等于1的 对吧 就满足这个 这个结论 你看没有 就直接可以套出来 这个就是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可以套出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你看 对吧 那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跟我刚才那个问题 你看很像 你看没有 对吧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一块 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你看没有 这个解你看没有 就是实际上就说 我可以把整个这个解 你看没有 这个解 我可以解 我实际上可以直接写成这个U 这个U 这个U是什么 这个U就是说我不变 然后这个Sigma 减去lambda I 我把这个矩阵写成这样一个加 然后这个V转次 这个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对角线元素 就是这个什么 所有的这个对角线元素 减去这个lambda 如果是大于0的话 就是自己 如果是小于等于0 那就变0 就这样一个计划 就是说 就是这样一个加 这样一个加是什么意思 这个加就是当 它就等于这个 它的最大值 这个A和0的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有个加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加号 就这个地方掉了 这个是个加号 加号意思就是 它大于等于0的话 就是它自己 如果小于等于0的话 就变成0 就把它变成0了 就变成0了 变0 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说 这个有细数 你看没对吧 这个有细数 就是这个Y可以等0 这个Y可以等0 就是说如果这个Y 就套到我们刚才这个 那个什么 这个问题的话 就像这个Y 套到这个Y 那就说我们这个Y里头 其中有些元素可以是0 因为这里头 它是一变量的 它是等0 其中有些变量是0的话 就说明这个什么 就有稀疏了 就可以达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样的 到底是一样对吧 那个无非就是把那个什么 那个项链拿出来 做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呢是什么 把对焦线元素 把对焦线元素 就是把它7值 7值做截断 跟这个λ做截断 对吧 把7值 就是7值拿出来 就是都减去它 减去这个 把所有的7值都减去λ 大一点0了就不变 然后小于0了 小一点0就变成0了 变成0了 那就是什么 就是意思 你看这个 这个因为这个 这个什么 我们说这个什么 这个次对吧 这个矩阵的次 对吧 这个矩阵的次应该是它的什么 是由这个矩阵来决定的 对吧 是这个矩阵的什么 非0的元素的个数 对吧 非0的元素个数 现在你看没有 就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很多东西可以变0了嘛 变0了嘛 就是说让它变0的话 让它次就变小了嘛 就类似 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意思一样的 就是说 那个问题跟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什么 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就是什么 在套了 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一个z可以表示成什么 表示一个y 加上一个x 就是可以进行成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然后我们说这个y和什么 一个y是什么 y是这个 这个稀疏的 然后x是低次的 然后这个x知道 那么就是这个问题就可以什么 就变成这是个鲁棒PC问题 这个是鲁棒PC 就是鲁棒PC 就是做这样一件事 就是把一个矩阵 把一个矩阵表示成一个什么 表示成一个低次和一个稀疏矩阵的这个和 那么这个y是稀疏的 x是低次的 就是它要解这样一个问题 解去这个lambda1 然后这个是对y做一个1范数 然后对这个x做什么 做和范数 就是解这个问题 对吧 解决问题 那么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变量是这两个 这个x和y 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要怎么解 就是对吧 那这个问题就是 你联合解是没法解的 就是联合在一起解 但是就是什么 我可以把它这两个问题 我可以变成两个问题 看没有 就是我首先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x固定 对吧 把x固定的话 那么我把y看的时候什么 变量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那就是ray减去x当作是一个新的ray 然后减去y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不用管的 对吧 这个不用管的 然后就是这个 那不是这个可以解了吗 这个可能我们已经告诉他 对吧 如果这个不管 对吧 看y的一个什么 一个变量的话 刚才不是变成是一个1范数的问题 对吧 这个可以解了 对吧 这个解了 就可以解除一个什么 解除一个y了 解除一个y 把那个y固定 固定的时候再来什么 看x 再来看x 再看x 当这个什么 当这个y是固定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 这个解我也有了 对吧 这个y不管嘛 就可以这样交替解 就交替解 就是给一个什么 就给一个除止值 x0 就是这个y0 就是这个 当固定这个什么 就是 这个是固定这个 固定这个什么 这个xk的时候 那么我就可以来解这个什么 这个就解x 对x做一个新的一个迭代 然后把x固定了 然后再把x固定了 固定了之后再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y的一个什么 一个y的迭代 就这样交替迭代 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解了 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解 实际上每一个迭代 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交替迭代 它的那个解读 它都有b解 对吧 实际上你看这个思想 这个固定一个 就是做一个 这个思想跟em都是一样的 但这个不是em 这个一定要记住 em实际上也有点 就是我们 我不是弄一个东西出来 对吧 我弄出一个miss data出来 然后把miss data固定 对吧 然后做参数估计 对吧 然后参数估计完了以后 反过来再什么 再来估那个miss data 这个miss data 我是在鼓这个miss data 那个期望 对吧 一般情况 我们会在鼓它期望 而不是不一定要鼓它本身 虽然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说 就是我可以把x和y 是个交替迭代 就固定一个x 做一个y的这个估计 然后把这个y固定了 然后再做x的这个估计 然后这样一直迭代下去 迭代这个误差 就是我觉得已经达到了 就是说我的要求 那么那么就可以了 但是记住就是这个不是em 对吧 但是就是他们跟em 它都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思想 在这里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说那个是那个什么 就矩阵补充的问题 对吧 这个矩阵补充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y有一部分是不知道的 然后这个什么 就弄一个什么 弄一个x 对吧 就是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说是这个 这个ij是属于这个omega 这个omega是我知道的那些元素 那它所有的这个xij 它的平方 然后加在一起 然后再做什么 这个lambda 这个x来 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 就是先什么 先把这个所有的x和这个所有的y 就是不知道的都给它-0 -0以后就说我来解这个问题 解这个问题之后 得出一个x 然后再什么 再重新来鼓一下这个缺失的东西 对这个缺失的东西有了值了 那么整个这个都有了 对吧 整个这个都有放进去 然后再来鼓一个x 就是也是这样一个交叉 底带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 当然这很多方法 很多的一些计算方法 这个我们只给一些 简单的一些结构 那么所有的思想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有些方法就是怎么快 因为这个 这都是一个数字方法 数字方法 就是像这种 对吧 它有缺失的 你看没有 这个缺失你看 也可以看的是em 你看没有 对吧 就是我先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缺失的补起来 那个miss data补起来 补起来之后 可以算一个这个x这个参数 对吧 然后有这个新的一个参数 再什么 再去补这个什么 缺失的数据 再补这个缺失的数据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 类似一个em 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没有这个什么 没有概率分布了 这样一个意思在这里头 但是思路是一样的 这个是基本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现在我们知道 做推幻系统 都是基于这样的东西 那么还有很多这种 其他的一些计算方法 然后什么 加上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就是让这个什么 这个计算速度要变快 这个 因为这个可能有些是方法 这个什么 就是个基本方法 但是这个问题很大的话 那么它这个计算 这个速度的问题 缩链速度的问题 我们都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这个 就是这部分内容 就是基本上就讲到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 像我开始以为 那个讲的居类 实际上没讲居类的吧 没讲居类 那就是假设 就是说我们 我们假设现在有这个x1 xn就是有n个数据 现在这个n个数据都是属于这个什么 属于这个rp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把这个n个数据要分成什么 分成k类 或者分成c类 我们把它这个数据要分成什么 分成c类 分成c类 c类 就是说假设这个c类就是什么 就是整个这个数据 这个样本空间是这个x 然后分成c类的话 每一类就假设是个xi 这个xi 然后我们假设 我们有一个假设 一般假设是什么 就是说每一个数据 只可能分成一类 当前紧当真的分成一类 就是说它不可能 把这个数据分成两类 就是又把它放成第一类 又放成第二类不行 就是一个数据只能把它放成其中的某一类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要求 那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kmeans 对吧 就是这个kmeans 我普及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kmeans是干什么的 就是说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解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类数我假设是给定的 就是分成c类 这个c我是知道的 我就说事先给定的 那它是怎么弄的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什么 这个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c类 然后这个i是属于这个xj 这个然后这个数据 这个任何一个数据和它的 和第mj一个 它的这个最小 这个要求这个东西最小 那这个mj是什么呢 这个mj就是第什么 就是这个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这个xj属于这个xj的这些数据的什么 这些数据的那个平均值 那么假设这个这个xj 这个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 就是它的大小 就是比如说第j类的大小 它是有nj一个 那实际上它就是这个nj 就是那也就是说这个mj是什么 这个mj是第j类的那个什么 中均值 均值 就分成它的均值 就是我要解这样一个问题 我要解这样 实际上我要求这个问题的最小 求这个问题的最小 实际上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mp是个什么 是个mp问题 是个组合问题 是个组合问题 因为就是说什么 因为你这个分成什么 是不知道对吧 所以你要把每一次 就是说怎么分放进去 然后去算一个 然后就很多的这种组合方式 你都把它做出来 那实际上这个 就是标准的这个解 实际上是个nj问题 是不可解的 这个至少是非常难解的 一个问题 那实际上这个kmeans是什么 kmeans是一种近视算法 是求这个问题的一个近视算法 就是要解这个问题 找了一个近视算法 那它这个 就是这个kmeans 就是它的基本的步骤 我大致写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它给个粗子值 或者它给个粗子分类 或者一个粗子值都可以 对吧 就是对这个mj给个粗子值 或者就是对什么 对所有的数据星 给个粗子分类 如果给个粗子分类的话 这个mj就 粗子值也可以算出来 对吧 因为根据的粗子分类 可以算这个东西 如果有这样一个粗子值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 那第二步就是什么 我就要给 根据这个东西 我要分什么 我要分这个xi这个数据 我把它分成分到什么 分到dk内 那这个怎么分的呢 这个k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它的最小 就是这个xi和这个mj 这个dk吧 这个t吧 它的最小 它的距离 就是平方距离 对吧 一般是用平方距离 就是我把这个xi 现在这个m 这个m不是每个类的中心都有了吗 对吧 有个粗子值了吗 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xi跟什么 每一个中心去比较大小 它跟每一个最小 它比如它d跟dk一个最小 对吧 dk最小 我就把它分成dk内 就把它分成dk内 那么这样的话 不是把所有的数据 都有一个重新的分类的吗 对吧 有个重新 那么分类这个结果 然后这是什么 根据这个分类结果 重新要算个什么 这个mj的这个值 比如这个t加1 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就是什么 根据前头这个分类的结果 假设这个分类的这个 那么这个xj 这是表示mj的那个大小 就是它的四函数 就是这个结合里头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i是属于这个什么 xj的 这个xj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把这些xi什么 求和 就求它均值 那再返回 再它返的时候 有这个值的对吧 然后再什么 再返回到这一步里头来 再返回到这一步来 因为有这个新的值的话 就是什么 再可以用什么 再用xj 再跟它算个绝对 再什么 再可以分 然后这样一直分 然后分了就是分了什么 分了之后好像在 就是前后分两次 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就不要分了 或者就是说 我就给一个最大的 一个迭代结果 就是说我最多 就迭代100次 到了100次我就不做了 那也就可以了 哪个什么没有 那种情况 就是说 那一般情况 那个结果 那就没那一类了 你就猝死的时候就不给 就是那一类啥都没有 那个 就当我不考 考虑那种情况 这个要假设了 就是说 每一类不允许有空的 对吧 然后每一个数据 只允许在一类的空 这个就一个简单一个算法 所以我们先休息 我们先休息